侯友宜的所謂的警大聲明 到今天都還有最新的發展 這個案子已經打到 讓人家看破鎖腳 但我們細看一下 到底這個事情 是什麼時候開始 然後回頭一看不得了 原來跟周一寇也有關係 原來我們籠籠 跑去跟周一寇合體 所以可能又要多一張海報 支持周一寇 是不是又支持林佳龍 林佳龍上了他的節目 是在9月23號 一早8點的時候 林佳龍就說侯友宜 他只有大學的學歷 怎麼直接變成去讀博士班了 他覺得這個過程很奇怪 那當天一早 其實還沒有等到警大 我們隨便炒所謂的同等學歷 去考博士 這規定隨便翻一翻就有了 想說奇怪你好歹也是 所謂耶魯的博士 你怎麼會不知道 還是因為你在國外念博士 所以你對國內的念博士的 國外跳極的更多 對 跳極更多 你怎麼會不知道 同等學歷這事情 好啦 但我也懷疑他知道 所以他才沒有說違規 他說很奇怪 薛柯文哲 騷頭 看起來很奇怪 好 總之 因為這件事情 後來當天9月23號 警大就開了一個高層的會議 這個高層會議裡面 包括了他們公關室的主任 高沛山 包括了中央警大的 教務長王朝皇 還有包括校長陳哲文 副校長因為當天另外有行程 他就沒有去 那這些開會的人 大部分的人 我想應該是只有陳哲文以外的人 都認為很簡單 因為他就是白紙黑字的規定 一攤出來就是一翻兩瞪眼 我們就直接把規定 傳給媒體就好了 也不用多言 也不用去講侯友宜有沒有違規 或符合規定都不用 我就說規定在這裡就好了 因為你行政中立 就把規定攤出來就好了 但是陳哲文校長獨排中議 我就是不願意 我就是不要 然後聽說還吵得死去活來的 大家不聽校長的 然後甚至教務長說 為什麼不能發 那我不幹了 我教務長不要做了 我想說教務長有這麼大 他就嗆校長說 怎麼可以不發 我不要做了 後來他們的折衷 如果有媒體問我再給 現在事實上就是有 媒體的框都出來了 就是有人問 他就發了規定 說侯友宜符合規定 到底有沒有簽上去 在這些聯絡的對話裡面 有 有上簽 簽給誰 也不就是警大的主管嗎 結果校長還說跟記者講 誰發的 你告訴我 我來查 這種有恐嚇意味 有恐嚇意味 但這個規定警大的兩個校長 其實都已經出來講了 我要請教一下賓哥 這一局你們看到底怎麼回事 竟然扯到現在 這個其實本來是 非常非常簡單的事情 其實當初這種東西 幹嘛要開會討論 我覺得連開會都不需要開會 就是直接發聲明 告訴大家我們的規定是怎麼樣 然後你也不用去講誰對誰錯 你跟我們不用去講 因為你不想介入政治爭執 你就直接告訴大家 根據我們什麼什麼的條文 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然後剩下你們自己去講 自己去解釋就好了 你明明可以這樣做 可是故意不要這樣做 為了這種東西 還會開會吵架 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好吵 為什麼 人家都已經直接質疑 你們學校的博士亂給 吵架的內幕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警大好友這個事情 大家看得也清楚了 那現在沒有想到林佳龍的陣營 還要再打 他打什麼 來看一下 林佳龍的發言人說 侯友宜 你的論文 有40多起的這些刑案 那你刑案的筆錄 鑑定書 刑事報告書 誰給你的 你有沒有申請 那預防怎麼把所有的性侵犯 殺人犯都集合在一起 接受你的檢測 配合你的論文 是怎麼做的 當時程序是什麼 沒完沒了 兵根怎麼看 不是 我覺得 他打到這個 實在是有點瞎到一個爆炸 天方夜談了 你現在是 你要去跟侯友宜來討論一下 他這個論文是怎麼寫完的 他整個寫作歷程是什麼 然後中間所有的細節 那要不要大家全部都談開來看 林佳龍是不是也要拿出來 檢驗一下 我們去問他 當初你怎麼取得素材的 我們大家來慢慢來研究 你有毛病嗎 你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打到瞎了 而且其實我拜託 何博恩你回去看一下民調好不好 你們越這樣打 你們反而林佳龍的民調越低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